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主要內容 上千加州民眾集會 聲援國會選舉人票挑戰 市政獨裁民怨四起 罷免紐森 連署近百萬 百輛汽車遊行 拯救美國 不向共產主義低頭 迫害法輪功 前中共610主任傅政華被舉報到29個國家 首先 帶你關注 1月6日 上午 加州首府 沙家緬度有數千人集會 支持國會的選舉人票挑戰 在內華達州有數百人集會 表達對川普總統的支持 要求糾正選舉舞弊 當天 上千加州的民眾大規模集會呼籲還選舉公正 並表達對現任總統川普的支持 這些民眾來自加州各地 他們未能動身去到華盛頓DC 選擇在沙家緬度集會 選舉人票必須關注所有人 即是民主人或民主人 這是我的最大的關注 這個國家的自由 開始為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官員 無論那樣 我們也不可能就像中華盛頓 南加州西湖村共和黨婦女聯合會 副主席吉恩盧偉林認為 極端主義會對美國造成損害 那些聲音 這些聲音是最大聲的 他們在避免我們聽中的聲音 其實是美國居住的地方 我們不能夠安全地說話 沒有那麼多警察聽 我們會失去我們的自由言論 因為主席媒體 目前 布滿州長紐森獨斷的政策 民眾發起罷免行動 日前連數人數突破100萬 我還不在乎你所謂的教育 但那種能力 要依賴神的神 是在我們的法律上 這個政府 政府都違反了所有的 我們不可以做我們的活動 我們不可以 我們必須要記住加利林 我們想把法律回到法律 我們想把國家回到民眾 同一天 內華達州首付錢 也聚集了眾多民眾 聲援華府國會山莊抗議活動 我們保持國會 或我們失去共和民主的影響 我沒有想到我的孩子和父母 同天 在華盛頓特區的集會上 川普總統對參加集會的民眾說 他永遠不會認輸 舊金山新唐人記者站採訪報導 再來關注 加州州長紐森在疫情期間的獨裁政策 引發大量業主和民眾反彈 週三 1月6日 罷免紐森行動2020的發起人 呼籲民眾簽名聯署 以保護所有小商業和加州的經濟和未來 由民間發起的罷免紐森2020行動 聯署人數仍持續上漲 發起人麥克奈特爾 於週三在洛杉磯市的 反竊選集會上批評 從州長紐森的市政作為 可以發現社會主義的身影 美法定業主指出 疫情期間所有人都需要工作來維持生活 但政府在下達防疫規定時 並沒有考慮到百姓的生計 他表示面對疫情帶來的各種限制 顧客們都相當高興 他還繼續在營業 而就算政府以吊銷執照 作為威脅施壓 他也絕不會退縮 事實上紐森的居家防疫令 釋放囚犯等政策 甚至違反自己頒布的禁令 參加聚餐 已經致使更多民眾忍無可忍 轉而積極響應罷免運動 他表示加州的未來 掌握在每個加州人手裡 而不是單一政府官員 截至週四下午 罷免紐森2020行動的連署人數 已經突破104萬 新唐人記者王姿怡 顧約希洛杉磯採訪報導 再來關注 週三1月6號 近百輛汽車從城縣西米市 一路開向亨廷頓海灘市 舉行了拯救美國的集會 餘會民眾表示 無論如何都將堅持追求 屬於美國人民的自由 來看報導 週三 近百輛車組成的挺川車隊 浩浩蕩蕩從南加州西米市出發 遊行至航廷頓海灘市 舉行了拯救美國的集會 從2016年起支持川普總統的 德西迪奧 雖然遺憾無法清零當天 在華盛頓DC的集會 但左右兩派政客胡作非為 激發他積極參加集會 保衛自己的權益 德西迪奧認為 支持左派的民眾 只是不夠了解這次大選的真相 與共產主義對美國的滲透 我認識有些人在左邊 不明白 他們認為他們正在做正事 他們有好心 但他們沒有看到更大的影響 共產黨的影響 共產黨的影響 一直導致共產黨 只是失敗 我們不能失敗 我們沒有失敗 我們不想美國 成為共產黨的共產黨 這就是我們必須停止 因為這就是 喀麥拉哈里斯 和其他人 美籍越南裔潘先生 40年前背井離鄉 只為追求象徵美國的自由 他表示 他將永遠不會放棄支持川普 我還在爭執 我爭執著自由 這國家是我的 我真的很愛這國家 川普為我們爭執著 爭執著我們需要 我支持他 200% 我們不會放棄 不是每個人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 加州城縣採訪報導 再來關注 近日 海外的法輪功學員 將前中共中央610主任 司法部部長傅政華 迫害法輪功的記錄 舉報給了29個國家 要求各國政府 對傅政華依法制裁 據明慧網報導 傅政華作為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長 中共公安部副部長 中央610領導小組副組長 610辦公室主任 司法部長 必須對7任內發生的 對法輪功的迫害罪行負責 報導說 傅政華不僅是中共及江澤民集團 迫害法輪功的重要成員 也是各種迫害罪行的幕後策劃指揮者 例如 在傅政華擔任司法部長期間 2018年 在獄中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 有36人 2019年 19名法輪功學員死于關押場所 2020年初 僅一個半月 就有4名法輪功學員 在獄中被迫害致死 去年12月 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德國、法國、日本、韓國等29個國家的法輪功學員 將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單遞交給本國政府 要求依法對傅政華等迫害法輪功的人權惡棍進行制裁 歐盟版的全球馬克尼茲基法案去年12月7日表決通過 歐盟27個成員國可以對人權迫害者實施禁止入境 即凍結資產等制裁 去年12月10日 美國國務院宣布對17名迫害人權的外國官員進行制裁 其中包括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福建警察黃元雄及其配偶 新唐記者李梅 劉芳綜合報導 稍後帶您看到 社交媒體發聲被抓《勇武者之歌》作者譚經歷 歡迎回來 近期發表了支持香港歌曲《勇武者之歌》的作者龔平 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 他在中國時就經常翻牆發表言論 但是多次遭到中共警察的抓捕 下面來聽聽他的經歷 創作停港歌曲《勇武者之歌》的作者龔平先生 以往在中國時經常翻牆關注中共病毒疫情並發表言論 卻因此多次被警察叫去喝茶 他們是先找到我的家人 就找到我的老婆 他們學校單位的安全保衛科 我老婆剛剛給我打完電話告訴我這個事情之後 警察就過來了 然後就找到我然後就讓我過去 在被警察強行帶走後 龔平同意寫了保證書才得以被放回 但沒過幾天 警察又把他壓上警車帶到公安部門 就直接就把我帶走了開車警車 然後過去之後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就是因為李文亮這個事情開始查我 他們查出來我的很多信息 我就沒辦法只有承認 龔平透露 警察把他推特上的發言逐條列出來 認為龔平支持港獨 辱罵國家領導人 支持江獨 台獨等 隨後不久 國保人員又要求他刪除曾經在推特上發表的言論 我說我註銷行不行 他說那個國保說註銷不行 註銷的話你還有機會把它重新開啟 而且你沒有一條一條刪除的話 這些言論會被那個搜索引擎收錄 仍然會查到的 就要我必須一條一條的刪 但是刪到下班都還沒刪完 多次遭到恐嚇後 龔平有半年不敢在網上發言 並生活在恐懼和壓抑中 直到來到美國 他才終於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並創作了支持香港運動的勇舞者之歌 新唐人記者楊洋 洛杉磯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會 新唐人記者 洛杉磯採訪報導 新唐人記者 洛杉磯採訪報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